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外伤 而英机英的外伤 是泌尿甚至系统 一种特殊的外伤 它往往由于车祸 工作事故 建筑物垮塌 地震 动物摇伤 这样的情况发生 发生英机英的外伤以后 军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 判断伤情 早期治疗 同时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英机英的外伤重在预防 远离发生外伤的危险因素 尿道下列是南西密尿生殖系统 最为常见的一种先天性疾病 学术界认为尿道下列和环境污染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它的确切的发病原因尚不完全明确 那么什么是尿道下列 尿道下列又如何治疗 接下来我们一一参数 由这段路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典型的尿道下列患者 它的尿道开口没有开口于阴筋头的顶端 而开口于阴筋的腹部 而对于严重的尿道下列患者 其尿道开口可能位于阴筋和阴朗 调及部位 甚至少数位于会阴部 尿道下列患者除尿道开口异常之外 还具有另外两个特点 第一点 尿道下列患者的包皮 没有成圆筒状 包裹整个阴筋头 而成一个闪状 覆盖到阴筋头的一侧 同时呢 大多数尿道下列患者 还出现一个阴筋的弯曲 那么尿道下列会产生哪些危害呢 由于尿道下列患者 尿道开口没有位于阴筋头部 而位于阴筋体或者阴筋根部 这样这部分患者进行直立排尿的时候呢 其尿液容易打湿医库 因此呢 这部分患者往往选择下蹲排尿 而长期的下蹲排尿 对男性患者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影响 除此之外呢 严重的尿道下列患者 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 由于其阴筋的弯曲无法插入阴道 或者插入阴道以后 今夜无法受入对方的阴道 造成男性不育的现象 对于可疑的尿道下列患者 一旦怀疑为尿道下列 均应该早期到医院就诊 早诊断早治疗 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睾丸扭转是男性泌尿生殖系统 最为常见的一种急诊疾病 那么什么是睾丸扭转呢 大家请看这张图 第一幅图是一个正常的睾丸和金属的图片 而第二幅图是一个睾丸扭转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睾丸的脚正常的睾丸位置成一个横位 同时呢 它的金属成一个麻花肉的扭曲状态 睾丸扭转会造成睾丸的血管以及金属扭转 严重的睾丸扭转会造成睾丸的缺血 坏死 那么睾丸扭转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睾丸扭转好发于青少年男性 其往往发生于睡梦中出现的一侧睾丸的剧烈疼痛 伴有睾丸的红肿痛 这个时候很多人往往误诊为睾丸副膏炎 而趋利于抗生素的使用 错过了睾丸扭转的最佳手术时机 这个时候往往一个睾丸的采槽 则可以明确睾丸扭转的诊断 对于睾丸扭转的治疗 一旦可疑睾丸扭转 均应该立即到预言就诊 获得明确的诊断 对于轻微的睾丸扭转 可通过手法复位的方式 使睾丸获得新生 对于严重的睾丸扭转 则应该进行手术治疗 我们目前的研究发现 在六小时之内的睾丸扭转 早期获得睾丸扭转复位之后 睾丸可以获得新生 而超过六小时的睾丸扭转 往往睾丸已经不可及的快死 必须进行睾丸切除 银睾也是青少年泌尿生殖系统 最为常见的一种先天性疾病 那么什么是银睾呢 银睾呢 往往是由于在进行体检 或者是自我体检的时候 发现一侧应当空虚 这种情况下就称之为银睾 那么银睾是怎么发生的呢 大家知道在培台时期 睾丸呢 位于腹腔里面 胜上下方这个部位 随着台额的逐渐长大 睾丸呢 也逐渐逐渐下降至银睾里面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睾丸没有继续下降 而停留到腹腔里面 腹骨钩管或者是银睾上方 这三种情况都称之为银睾 那么银睾有哪些危害呢 目前的研究发现 无论是腹腔还是腹骨管温度 睾脚银睾的温度呢 高1到2摄氏度 这1到2摄氏度 对于睾丸的发育 是至关重要的 高温可能造成睾丸的神经功能异常 同时睾丸呢 还会造成睾丸癌的高发 目前研究发现 银睾睾丸癌的发生率 较正常睾丸癌的发生率 高20倍左右 那么一旦发现 一侧和双侧 应当空虚的患者 均应该立即到医院就诊 以确诊是否是银睾 一旦确诊为银睾的患者 均应该早诊断早治疗 对于两岁以内的患儿 可选择药物治疗的方式 而对于药物治疗无效 或者是两岁以上的患者 则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目前的手术治疗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对于 因幼儿 引稿患者 可进行 稿丸的下降固定数 或者稿丸的切除数 而对于成年的引稿患者 往往需要进行 引稿的切除手术 前列腺炎是青年男性最常见的一种前列腺疾病 它好发于20岁到40岁的青年男性 那么前列腺炎由于哪些因素造成的部分前列腺炎患者 与细菌感染有关系 而对于大部分的前列腺炎患者 则是由于紧张的工作 免疫因素 神经调剂因素 等这些因素有关 前列腺炎有哪些症状呢 那么一旦有这些症状该如何处理呢 发现有这些典型的症状之后呢 需要到医院就诊 进行尿液 前列腺炎 以及采测的检查 来确诊是否为前列腺炎 对于确诊为前列腺炎的患者 必须谨记三点 第一点 前列腺炎并非是一种性病 不需要背负一种自卑的心理状态 第二点 并非每个前列腺炎患者 均需要进行治疗 目前我们研究发现 有一种前列腺炎患者 为无症状的前列腺炎患者 对于这种无症状的前列腺炎患者 无需进行前列腺炎的治疗 而对于细菌系的前列腺炎患者 则需要进行抗测素的使用 对于非细菌系的前列腺炎 目前对于抗测素的使用 存在争议 我们目前更建议 非细菌系的前列腺炎患者 进行对症的治疗 第三点 前列腺炎 自我保健 最为干净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需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理状态 以及健康的心理状态 则可以避免前列腺炎的发生 今天我们由学习男性泌尿生殖系统解剖 到简单介绍了一些男性常见疾病 及其预防措施 希望大家对男性的泌尿生殖系统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并且对这些男性的常见疾病 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发现这些疾病以后 能够早诊断 早治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